天灾人祸来自美国船厂传出的新消息让五角大楼不开心了 为何说这一次中国动作之快又让美国失望了 敬请关注本节目了解相情 美国船厂正在遭到严重的打击 据美国突破防御网站报道 正在为美国海军建造朱姆尔特级三号线 和阿利伯克三级驱入舰的通用动力巴斯船厂 传出了让五角大楼感到烦躁的消息 该厂建造的军舰现在就已经比计划进度延期了六个月 据最新消息巴斯船厂正在遭遇天灾人祸 天灾是新冠肺炎疫情已经让巴斯船厂的出勤率只有可怜的40%左右 人祸时巴斯船厂目前正在陷入严重的劳资纠纷中 6800名员工要求改善收入 对于美国海军来说这回非常的不开心了 既延误进度又要增加预算 另外还有一些非常客观的问题 就是去年新增的1800名工人需要技术培训 船厂援有的工人已经严重老龄化 熟练的技术人员正在流失 报道称 美国海军有着雄心勃勃的造舰计划 除了阿里伯克三级 还有哥伦比亚核动力潜艇 航空母舰 两栖船 以及补给船 五角大楼正计划重返拥有355艘军舰的超级海军舰队 但是没落的美国船厂可能很难跟得上美军的计划 昂贵的美国本土供应的零部件 傲娇的美国工人 对利润追求永无止境的军火商 这些都是阻止美国海军前进的拦路虎 而这些问题对于中国海军的船厂来说都不是问题 2020年以来 中国海军的造船厂看上去没有受到任何影响 江南船厂 大连船厂 以及沪东船厂 依旧在热火超颠的为海军建造新的军舰 特别是江南船厂 除了052D 055型驱逐舰 新的航母003型大船也进入了佳境 船体分段正在合拢 为下水建设的西装码头也出具规模 一切看上去 新冠肺炎疫情几乎没有对中国船厂造成影响 一开始美国军事专家还根据海洋保险公司3月发布的报告推测 因为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 中国海军的新舰将会不可避免的被延期三个月到半年 但是随后 075型两栖工艺舰2号舰顺利下水 055型导弹驱逐舰7号舰也顺利下水 中国海军船厂这样的快速造舰势头 让人猝不及防 同时也让美军专家推测落空 除了羡慕嫉妒恨 中国人这次又让美国人失望了 然而3月下旬以来 中美船厂冰火两重天 中国船厂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都没有受到多大影响 之后更是开足了马力为海军建造军舰